大家好 我们养杜鹃花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杜鹃花的脑叶变薄了 然后植株的叶片出现发黄的情况 生长也会缓慢 植株整个状态就会慢慢的变得衰弱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就是出现了水害 也是我们俗称的水浆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因为盆土积水而造成的 而解救方法是什么呢 既然是因为盆土积水而造成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让盆土里面的水分 能够尽快的干燥起来 那么显然盆土干燥 我们这时候就不要再浇水 先看一下盆底有没有被堵住 盆底如果被堵住的话 我们先把盆底把它疏通一下 然后再把它放到一个通风比较好的地方 让盆土尽快的干燥 如果通风不好 我们可以自己用一些风扇这一类的工具 来加快盆土的干湿循环 之后一定要注意要控制浇水 不能够再浇过多水平时 盆土最好就是尽量的偏干养护 这个时候因为根系可能会有点受损 所以我们要想让它能够尽快的发根 恢复正常的生长 我们可以给它用上一些生根剂 生根剂的话就不能够用一些 含有营养成分的生根剂 像我一般常用的就是一个银钉耐酸 我们少量的撒一点在盆土表面 然后再通过浇水让它能够释放 就可以起到很好的触根效果 这样处理之后呢 很快你的杜砖花就能够长出新根出来 后期大家浇水一定要注意 不能够积水浇水过多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有效避免你的杜砖花产生水害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